洪秀柱表示 很高兴能受邀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盛大精彩的开幕典礼和赛事 让世人见证了中华民族的韧性与团结 监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出席中国北京冬奥开幕式后 相隔一天 5号还又和中国政协的主席汪洋会面对谈 汪洋强调 两岸同胞同门同肿 血浓于水的天然纽带 任何力量切割不断 会中两人不止大谈同一梦 汪洋还强调 两岸同胞要和中共计同舟向前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的干涉 洪秀柱也跟着唱和说盛大的开幕典礼 让世人见证中华民族的韧性和团结 更强调中国梦不能缺少台湾 期望在反独促统的目标上 加速两岸和平统一大业 老共最在乎什么 老共最在乎的就是中国的代表权 也就是谁才是中国的正统 老共为什么喜欢红秀柱 就是因为红秀柱在他的两岸论述上 从来没表明过中华民国就是中国的立场 而让老共能在中国代表权的问题上 轻易的吃中华民国的豆腐 好死不死 红秀柱就是还是中国国民党的前党主席 这种让老共可以轻易吃中华民国豆腐的论述 让中国国民党被戴上的亲中卖台的红帽子更难被摘下来 来听听真正的中华民国派的马英九对老共是怎么表述的吧 台湾跟大陆并不是没有谈判过 在国民党执政时期 从90年代以后 一共谈了24次 在新加坡孤王会谈 达成四项协议 过去在金门也有金门协议 都是谈过 可是并没有因为一中问题而造成障碍 换句话说 这个问题是可以协商的 过去我们在1992年 跟大陆达成有关的九二共识 当然也是一个基础 可以拿来做我们谈判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那么您刚讲到 大陆是一个中国反对各自表述 到目前为止 我们有听说大陆反对过 那么对等谈判 也是对方可以接受的 他是特别强调 大家这个对等协商 这个求同存益 这些都是将来我们可以去探讨的 我要这里讲得很清楚 如果大陆把台湾看成是他的一部分 再来跟我们谈 对不起 我们不会跟他谈 我们一定是对等协商 绝对不可能矮个半截跟他谈 同时如果要谈和平问题的话 他应该先把飞弹撤除 我们不愿意在飞弹的阴影下 来进行有关两岸和平的谈判 所以对于跟大陆谈判 我们是非常慎重的 而且我们过去也有经验 不是第一次来跟大陆谈判 所以我们知道用什么方式 能够找到双方的共同点 能够把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 先暂时搁置 而把焦点摆在更迫切 更需要解决的问题上 实际上求同存益就是这样的精神 你在他的立场 他当然随便喊 我们要一个中国一个怎么样 但是我们讲得很清楚 我们说的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这个是不打折扣的 很清楚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会去谈 他如果不能接受 我们就不谈 非常简单 所以这一点呢 如果我做总统 尤其是我做中华民国的总统 一定会把这个立场 站得非常稳 绝对不会损伤 我们中华民国的尊严 不会损伤 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人的尊严 那么现在2022的九合一大选就在眼前 中国国民党必须要把亲中卖台的红帽子摘下来 中常会应该制定好规则 任何党员在两岸上的论述都不能超越九二共识 以中各表的正纲规定 为者开除党籍 中国国民党首先要向选民说明 中国国民党的确是亲中国 因为中华民国就是中国 中华民国才是中国 而不是老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国民党更要向选民说明 中国国民党的两岸和国际政策 就是亲美国和大陆 亲美就是为了防止大陆老共消灭中华民国 那为什么又要和大陆老共是恶 但是老共就是那么大体粮 老共就是在台湾旁边 这就是中华民国所处的不可改变的恶劣地缘政治环境 你不能把台湾从老共身边搬开 那么你总要找到一个和他打交道的方式 就好比你家旁边就是住着一个恶邻居 你自己搬不走 也不能让恶邻居搬离 你也打不过恶邻居 那么你总要找到一个和恶邻居相处的方式 让恶邻居不至于来骚扰到自己的生活 搬不走老共 又打不过老共 那么再坚持中华民国就是中国的前提下选择 和大陆的政策才是对2300万台湾人最安全的政策 民进党的两岸政策 民进党不敢证明 修宪台湾独立的情况是不真的事实 不管从阿扁执政到现在蔡英文执政都是如此 还记得阿扁说过台独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吗 我做不到 我就是做不到 在我的任期室内 要把台湾的国号改为台湾共和国 我做不到 民进党在不敢台独的前提下 把两岸关系论述为一中一台是无比白痴的 首先是把老共最在乎的中国代表权拱手于老共 然后又直接掉入老共的台湾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陷阱 真是其蠢无比 在中华民国历史上跟老共争刀针枪干的只有中国国民党 民进党的反共与台独 不过只是骗票的拙劣把戏 能坚持住中华民国就是中国的立场不予老共妥协 能点破民进党的片 不怕中国国民党的红帽子摘不下去 邀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Entonces shower Trans们再来 关系 mut